大家好,相信優柔白書都是很多人的經典童年 可能現在這一代,零零效好一點沒看過,不緊要 但可能很多人都因為Hunter的熱度追回富堅的舊作 優柔白書是非常出名,某程度上我覺得他是經典的Hunter 起碼是原島才可以 但今天我們想說是甚麼呢? LedFat,LedFat又作妖了 這間店真的值得他收屁 LedFat最近也有一宗新聞,就是他的訂閱者退了一百萬 差不多,即是九十七萬 大家都知道有種種原因 例如其中他最開始就是 本身可以家庭式,即是一個人付錢就可以分享給四個 但後來改了,他就說要同屋才行 這件事引起很多人不滿,結果大幅退頂 其實這個LedFat的質素是每放月下 只會播韓劇,被人罵 有很多因素 但他LedFat自己也有付錢是拍一些劇 但很多都是伏到混蛋 特別是動漫改 或是遊戲改編 之前對上有個Bowhazza 真的低能到爆炸 你有看過可以留言吧 最近終於搞到一流白書 其實他之前還有一套One Piece 但我們今天不說了 那一流白書最近結起熱意就是甚麼? 因為他真人的扮相出來了之後,吊聲四起 而出到飛影的時候真的受不了 那首先我們先看看 這個優佐我覺得不像 但大家知道一流白書裡的優佐的形象 雖然他是個不良少年 他有點爛爛的 但其實優佐由頭到尾 給我感覺到很善良 他真的沒有做過任何壞事 他的嘴巴也不算很囂張 他只是對桑園囂張了一點 總結來說,但我看過這個真人的扮相 他給我感覺到只有一個囂張 但他沒有優佐給我感覺到善良的感覺 他完全不是好人 你就會覺得這傢伙是一個好像危險人物 即是瘋狂 但這個優佐都滑 我覺得已經算是比較正常 對比起其他幾位 我們再看看桑園 我想說一件事 作為一個動漫改真人 我們先不要管那個演員的演技 或者一套東西行不行 作為一個最基本的尊重 你是不是應該外形要像那個角色呢? 你想想連一個素人的Cosplay 他們至少都像過你 他們至少只有一件衣服 髮型要裝似動漫的角色 你看這個桑園 首先,桑園的招牌 就是日式暴走軸式的鬆高頭 我都明白桑園的頭是很難做的 但這個頭是完全不搭變的 加上他沒有桑園那種粗獷的形狀 大家知道在主角團隊裡 桑園是最醜的 即是在我作品裡都經常被人吐槽 我覺得這個不夠醜 你不醜之餘也沒有什麼特色 即是補兔一個金毛爛仔 我想說這個如果不說的話 你有多少人會知道這個是桑園 你說這個什麼都可以的 對不對? 這個非常失敗 當然是撞馬呢 我真是屌他露眉 我真的來到 看到這個位置的影響 即是桑園這些都算了 那你撞馬和飛影這兩個 很有特色 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是人間 那你當然撞馬是一個藍野獸 一個時候是人 你的髮型可不可以像少少 一個Cosplay也像過你 那個髮型真的 你那些質地好像那些 那些假髮就要反光 那些真的很便宜 你加上髮型不像 雖然那個演員都很帥 雖然口唇大一點 但他真的沒有撞馬那種感覺 我覺得其實撞馬 因為撞馬是偏向一個 像女人的帥哥 但這個絕對不像撞馬 好 今天飛影就是這個災難開始 這個飛影的演員 就是本鄉就多 其實他是很出名的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演員 我從小看到他大 我看出他從同星開始做到現在 我覺得他歪嘴歪得很厲害 這個當然不是他的照片 但他的演技是正常 但因為他歪嘴歪得太厲害 其實你聽他說對白都很奇怪 就算你不懂聽日文 你都會覺得他說對白都很奇怪 這個本鄉就多 他其實是專門做這些動漫改編的角色 其實我看過一些 他做過幾套爛門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就是這個角王遊戲 這個景色都是爛爛的 說他和我妹妹是不知怎樣 玩角王遊戲之類的 總之爛爛到你不想看 他比較多人認識的 就是殺戮刀士裡面那個 就是那個串串貢的那個人 然後他就有套叫麻雀 不知什麼是麻雀 那套東西 他也是扮這些動漫改 他本身自己打麻雀也很厲害 他參加大賽也很優勝 但我們今天不是討論這些 就是我們 他演技其實應該沒問題 但這個外形真的不行 他只是飛影 你幹嘛去追究 你飛影 其實你真的可不可以去抱一點點 你的髮型不像 你的樣子不像 但是髮型你都 起碼你都脫了真 就是像飛影的假髮 飛影的頭髮有點白色 這個真的不行 你現在想 無可否認 因為飛影本身是矮 真的像個帥 但是飛影的樣子 不是一個小朋友 就很失敗 看這四個主要角色 你根本還沒看一套 你已經知道這套東西不行 這時候 網上很多人都拿回之前 這個 一流八書的舞台劇 給 記得當時 一流八書的舞台劇 公佈之後 很多人都說 其實已經算是還原得比較好 當中我覺得 主角團隊裡面 飛影是最像的角色 無論是服飾等等 其實我很奇怪 一個改編動漫 最基本的原則就是 你的打扮要像那個角色 起碼你的衣服 你的樣子不像 不能說 但髮型和衣服 你可以控制到的因素 為什麼你都不可以去弄好一點呢 然後弄好 飛影真的不敏 但真的很老實 我覺得她的頭帶不知做什麼 然後你看看舞台劇 暫時 我除了覺得她的優座 樣子太老 其他那些都可以 起碼桑圓也是一個鬆高頭 其實裡面的演員都可以 你看到 盈子其實不像 不過是可以的 因為盈子本身的形象 也不是有太大特別的因素 只要是一個正正常常的女姑娘 就OK 然後桑圓的姐姐 淨流也不像 不過還好氣氛不多 那就是茅丹 然後幻海其實本身的演員都挺漂亮 因為大家知道幻海有老年版和年版 這個演員OK 小燕和其實很搞笑 你有看她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小孩子版 她穿著一件白色衣服 然後好像木偶戲 很搞笑 你看看其他角色 例如護魚女兄弟 那些 其實如果你有看過舞台劇那些 她都做得不錯 比你想像中做得好 因為她使用了這個舞台劇的光暗效果 真的可以做到寧願的效果 所以在沒有對比沒有痛苦 但她有對比的情況下 我相信這一個電視劇版應該都... 你都未播 你看看網上 那些已經是屌到飛天 我真的... 沒有這個... 沒有... 即是之前那些聖鬥士那些 那些垃圾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有什麼感想 即是我覺得 真的不要再生人化了 盼蕩 求求你啦 即是One Piece那些 我已經... 他再搞又搞過年了 即是我覺得 其實日本那些 那些真人化 基本上都... 都糟糕多了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哪一套是沒有 暫時都OK 我覺得 即是落下劍心 落下劍心比較正常 接著就是... 死亡不忌 死亡不忌都還好 即是賭博物蝕錄那些 因為這些是比較... 現實向少少 即是你要搞油白書 這些科幻類 或者是鋼煉 我不知道你們在座有沒有看過死神 死神那些真人 真人真是瘋 搞這些現實是少少 已經這麼難的情況下 只要搞一些科幻 又出招 又喜歡那些 即是... 就會搞成這樣 到時這套東西出了之後 我們再... 做個影評給大家 那我們今次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